- 哈喽大家好我是朱格 那我们今天影片主题呢是要来分享这个弓箭侠道 那是要拿弓好还是要拿弩好 那我也有玩了这个大概100个小时的经验吧 来跟你分享 首先呢我觉得毫无疑问啊 是拿弩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弦道主打的是不是攻速而是单次的伤害 包含脸色或者是其他技能也是 那他的单次伤害的话其实是偏低的 那他需要靠着 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实用的就是 易伤 然后跟暴率 那暴率的话呢 他会影响到你的回复能量 那易伤的话呢 则会直接影响到你20%的输出 那会非常高 那简单讲一下弓跟弩的差别在哪里就是 弓的话呢是讲求快速 他是1.1 那弩的话呢是0.9 可是在同样等级的对比下呢 弩的伤害会高非常多 但是 有的人可能会想说那我用弓的速度去弥补这个输出 理论只是可行的没有错 但会卡到一个点就是能量问题 呃有时候我们弓箭或者是弩打死敌人的时候我们会在空发 尤其是你射速越快的时候这种感觉越明显那什么叫空发就是 你明明这 这个右键就可以打死敌人了 但是你会多射一发 有时候夸张一点攻速快一点可能会多发两发 那多发两发没有打到敌人你就没有所谓的能量循环 你就会多浪费可能 三四十点的能量 那在面对一些关卡的时候你会觉得 诶我拿弓 特别容易消耗能量 好所以会导致说其实用弓不如用弩好因为弩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当你打死敌人的时候你的反应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你可以少发一发 或两发 那这样子你的能量就可以省下来 加上弓跟弩他们比较大的差别是 在他们DPS伤害的第 往下第三行 一个是队员去伤害加60 那一个是异伤加60 那一样都是加60 可是怪当你拿弓本来输出就比较低了 那怪就很容易贴脸 尤其是BOSS 所以当你同等的弓 换到弩的时候 一定是弩会比较强 但弩的差别是怎么打出异伤伤害 所以你就可以按照我之前的配点 像是 逆中 逆中解除的时候可以引发异伤 又或者是这一个 我个人目前蛮推荐的 这个 雕吻 就是 剥削手段 那他的比较特别的是 当你在范围内 像我已经满15 等了 范围内购买到 25点的力量 这个可以 放在任何一个面板 不一定一定要是这个面板 就是 A面板 B面板 搭配这个剥削手段 你只要有买到25点的力量 就可以对每个敌人造成 常驻以上 也就是我一见面 就先送给你3秒的以上 那如果你的输出够 那不就是3秒内解决敌人 那等于是每个敌人都异伤啦 那如果3秒内打死 打死不了敌人 再用逆中 去补 这个异伤状态就可以了 所以你如果按照我之前跟你介绍的配点的话 我希望 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到 就是 我希望能够上异伤的 的磁条磁缀都要上到 包含弓箭啊 就是武器啦 然后包含单手 单手我已经做到了啦 就是说每个单手我都一定要有衣裳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什么 如果戒指 护身符如果都有的话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衣裳 因为这样子我一定吃得到这个状态 最后就是补充一下 呃我今天打了两把 两把这个 独特弩 我不晓得还有还有还有几把 但我独特弩啦 但我独特弩还没打到 两把目前使用体感都不好 一把是风之力 一把是守天弓 所以呢 期待 呃独特弩的体感会好一点 那如果你是玩弓流的话 呃说不定之后可以改一下 好改一下玩弩的试看看 说一定会看到新世界 好那以上是依照我个人的配点给你的建议啦 好所以如果你玩 呃弓箭 侠盗的 不确定这两个 要使用哪一个的话 那我这边100个小时的建议 分享给你 我推荐纳弩 好那至于宝石的话 因为我可以藏出异伤嘛 我就换绿宝 好 对异伤敌人暴击伤还加12% OK 那就分享给你 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了 一样喜欢这类型介绍影片 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 也感谢你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大家拜拜